花蓮縣政府推動南島文化交流融合國際視野要舉辦10個場次的南島講座 第一場是邀請到知名的作家也是節目主持人謝哲青 他帶領觀眾來認識南島 而謝哲青先生日前也透過網路社群平台 關心大地震發生了災難 而縣政府對他的善舉也表達了誠摯的感謝 南島講座體現花蓮縣長徐正偉 花蓮走向世界世界走進花蓮的政策理念 首場邀請見識南島主持人謝哲青先生主講 同時邀請在地歌手阿努卡利婷、沙利彭安互動演出 接著縣府將在每個月舉辦精彩的南島系列講座 拉近南島的故鄉、花蓮與世界的距離 促進跨文化交流以及共享南島與音樂交織的獨特饗宴 也就是我們人在花蓮 但是我們胸懷南島 那麼今年的南島的講座 我們總共會辦理十個場次 今天第一場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特別邀請了謝哲青老師擔任首場的講座 謝老師除了剛剛講的 他是我們的金領獎、金鐘獎的得主之外 他也是我們的知名的作家、留家跟主持人 那未來還有九個場次的我們的南島講座 我們會陸續邀請非常多重量級的講座來 比如說發現在非洲、在東南亞還有很多地方發現了這個玉器 我們鄭小淳博士發現這個玉器竟然來自花蓮 而且百分之八十通通通都是我們的豐田運 這是鄭小淳博士的發現 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證明了南島羽族可能從花蓮來的 因為他們把台灣、把豐田的玉 帶到全世界各地 也由購訴的這個方式 基因序列來證明 台灣應該就是南島羽族的發育地 這是中國方股市從購訴的發現 另外與人回院士 在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 就強烈地支持台灣起源論 他認為從語言寫的角度來看 台灣的遠處民族就是南島羽族的主線 憲浮原住民行政處代理副處長兼 易文科科長徐曹表示 這四場吃的南島講座能讓民眾拉近距離 接觸南島日常生活的文化體驗 也將打開共享美好的頻率 迎接新的活力以及動力 敬邀各位鄉親 一起在知識無緣佛街的南島文化海洋中 自由坦洋 記得喜歡這位老